我們知道說這時候 因為這個中國富士康的事件 有的台商就在時刻說 是不是要回到台灣來投資 經濟部有來基盤一個 台商回到台灣投資的論壇 有四百萬的台商來參加 有台商來表示說 台灣投資 因為要面臨港主提高的問題 不過經濟部就來表示 台灣算是在檢察這方面 所以台商是不是要回到台灣投資 也是要看這個產業的需要 每年古典庫盤的台商回台投資 合同會 剛才中國最近一個加新的方法 經濟部特別康大規模 賺機會向台商來參加 要將時間選擇五個節進展 讓回到台灣過節的台商方便參加 在港主生產卡電 超過20年的這個台商 有想要回到台灣投資 也不過感覺配價措施不夠 只能做問題就不可以改善 你第一個去回來 你沒有工人怎麼辦 那你大陸 你的同種同聞 這麼方便的溝通 你為什麼不開放呢 也因為這樣 聽方管可能跟哪一種 建法中心半島的台灣 工廠優管在中國 另外在黑門生產卡頭的台商 也是工廠優管 很困擾 兩千塊人民幣 一萬塊台幣願意打工的 但找不到除非是外勞 所以要回來這邊重新再搞一個生產線 應該難度蠻高的 台商想要回來投資 要是要看整體的投資環境 是不是有誘因 建設部長時間上講 不是每一個三家都適合回台灣 台商不是把他所有的工作 移回台灣來 這東西是行不通的 台商必須考量台灣本身的競爭優勢 考量台灣的經營條件 來選擇最適合這個地方生產服務的項目 既然台商會流是政府表經濟重點之一 今年有380億台票會流 今年五票四百億 目前達成路已經接近六勝 建設部有過 黑法簽了後 可以將到處上級 替台商創作更多的機會 記者綜合報道